蜀猪人的性格特点,蜀猪人在人群中属于朴实无华之列,却有诸独道见解,应该是查理、布朗奖章获得者。 蜀猪人性情温顺,永远不会做置人于死地之事。 蜀猪人为人们所喜爱,还因为蜀猪人像蜀羊蜀兔人一样求世间平安,与人为善。 当然,蜀猪人被逼无奈时也会发火,与人斗争,但蜀猪人不计恨人,不暗地与蜀猪人人作对。 实际上,蜀猪人硬称作物置主义者,只是蜀猪人不吝啬,喜欢同别人分享自己的所有。 这样,在蜀猪人为别人付出时,蜀猪人也会从中受益。 另一方面,蜀猪人的精神世界较粗浅,不敏感,甚至对别人给蜀猪人的侮辱只是不在乎的怂怂间。 蜀猪人眼光也较浅,只看眼前。 也许正因为这个特点,到时蜀猪人在本应及痛苦的时候解脱出来,蜀猪人从不把灾祸看得过重。 引起蜀猪人陷入危机的境地也是由于蜀猪人过分慷慨造成的。 当蜀猪人对别人提出的要求无法满足,或帮助别人实力不能及时,蜀猪人不是面对现实,而是极度的沮丧,失望。 蜀猪人相信宿命论,当蜀猪人一无所有时,会变得非常厌世,自我放任,由此走向沉沦的深渊。 蜀猪人一生中至少会有一次破产,但最终总能将损失补回来,总学得比过去更聪明,更勇敢。 蜀猪人虽表面上容易受骗,但实际上还是比人们想象得要聪明。 蜀猪人懂得用容忍的态度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有人骑到蜀猪人头上,蜀猪人还会在自动地上一条鞭子,当别人自明的一时,却早已骑虎难下,不得脱身了。 这实在是蜀猪人的一条好策略。 蜀猪人诚实,为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而自豪,很少成为骗子或小偷。 在蜀猪人善良的背后,隐藏住坚定的力量,只要可能,蜀猪人会坐在统治者的宝座上。 只是蜀猪人瞻前顾后的弱点给自己前途中设下不少障碍。 另外,蜀猪人还缺乏责任心,当受到限制或感到不快时,蜀猪人可以干脆转向对手一方,去在新朋友那里立功获奖。 蜀猪人有强烈的激情,使蜀猪人能以充沛精力与耐力进行工作,这一点令人钦佩。 但蜀猪人的能量也会转变为祸根。 蜀猪人经历过人,喜欢不受限制地享受生活中所有乐趣。 但当蜀猪人不能分辨这些事物的善恶是非时,便会让人利用了弱点而堕落下去,不能自拔。 蜀猪人喜欢愉快的娱乐活动,但在情绪消极时又极易沉沦。 管蜀猪人有一定文化修养,但蜀猪人不属于层次很高的人,蜀猪人喜欢欣赏事物外表的价值,却少更深刻的见识。 诚实,蜀猪人真心热爱自己所爱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如恋爱不能成功,受伤害的总是蜀猪的男女。 蜀猪人的主要毛病是不能对自己的家庭,朋友说半个不字, 在许多事情中,总迫使别人也采取中庸态度处理问题,拉不开脸面便明对错。 但事情的结局处在困难状态时,蜀猪人能承担责任。 蜀猪人一生勤劳,参加各项活动都十分卖力,所以精力消耗也大。 好在蜀猪人做事总能圆满如意。 蜀猪人的性格总使蜀猪人走运。 蜀猪人的性格沉稳、刚毅、心地善良、淳朴。 蜀猪人能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勇气十足地承担分配给蜀猪人的一切工作, 并会全力以赴地把工作做好。 因此,有理由充分信任蜀猪人,让蜀猪人自己去奋斗。 蜀猪人带人宽宏大度,对别人的错误采取既往不救的态度。 因此,总能与人保持亲切关系。 蜀猪人寻求以忍耐精神来完善自己, 并以这种精神坚持不懈的工作,是成为一个优秀教师的好材料。 蜀猪人虽有时也发脾气,但蜀猪人不愿争吵, 每当发生争执后,蜀猪人总已忍让使事情结束。 因为蜀猪人尽力要同所有人和谐,又无华众取宠,谋取私利之心。 所以,蜀猪人酷爱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 蜀猪人较轻信,轻易相信别人和别人所说的所有事情, 包括那些仅有一面之交甚至陌生人。 有时因太诚实,天真反倒成为狡诈的牺牲品。 因此,蜀猪人很容易受蒙蔽,并且会因此失去钱财。 蜀猪人不宜掌管财物,因心肠太软,抓不紧钱贷。 蜀猪人一生中会持久地以忠诚, 为人着想的品格待人,保持与朋友的珍贵友情。 人们可以充分信赖蜀猪人,因为蜀猪人不会搞阴谋诡计。 蜀猪人不像蜀龙人那样善于迷惑他人,也不像蜀猴人,蜀虎人那样好蛊惑别人, 更不像蜀猪人那摩田言蜜语,自我陶醉,而是一点点地将自己诚实地心交付于别人, 使别人越来越离不开你。 蜀猪人的坦诚、态度,会赢得来自四面八方的帮助, 蜀猪人不必请求支持,就会有人自愿相助。 蜀猪人若处在可以帮助别人的地位时,也绝不会袖手旁观。 这种品格,使蜀猪人深受人们尊敬,同时也令蜀猪人自信。 蜀猪人会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来。 蜀猪人非常讲究体面,外表堂堂,具有歧视风采, 同时也有歧视猪人为乐的良好品质,可以替人承担棘手的工作, 没有丝毫抱怨,当朋友遇到危难时,蜀猪人会挺身而出,毫无怨言。 如果世间对别人不公,或当别人受到致命打击时, 只要他找到一位蜀猪的朋友帮忙,蜀猪人会耐心听别人倾诉苦衷,拔刀相助。 即使是别人自己的错误造成的,蜀猪人也不会流露责备别人的意思, 仍会尽力帮助别人,还会多找些人帮别人奔走劫难。 在蜀猪人那里,别人不会遭白眼或听官腔食俗的训诫。 对蜀猪人来说,一些复杂问题都可以简单化。 蜀猪人喜欢各种聚会,操办各种喜庆节日, 或主持晚会,乐意参加各种俱乐部及协会。 蜀猪人讨厌与人争执,善于调解他人的矛盾, 真诚与可信确实是蜀猪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然,蜀猪人也是存在某些缺点的。 与蜀猪人的慷慨大方,同时存在的是别人的即是我的的糊涂观点。 当一个蜀猪人去朋友家做客时,会带着孩子理所当然的单纯想用朋友家的的吃喝, 随便穿朋友家人的衣服,或许还会未经许可便使用朋友新购置的高尔夫球器材, 使用朋友刚买的照相机,朋友的汽车等等。 蜀猪人不大理解和接受人们所谓的私人生活的准则。 蜀猪人待人和矮可亲,同时希望别人容忍自己的不足。 蜀猪的女士极爱清洁,一尘不染,家中布置井然有序,几乎所有蜀猪的妇女都有洁癖。 只有极少数人在这方面稍随便些。 另外,猪女郎们个性很强,尊重自己,也懂得尊重他人。 蜀猪人全部能力都可以投放在令猪女郎们动情的事业上, 而不求任何回报,别人可以通过猪女郎们令人信赖的言行得到证实。 猪女郎们有一种高尚的胸怀,帮助人不录性命, 还会要求人保密,可以为远方的人做多年的祈祷或满怀热情为属猪人服务而不让属猪人知晓。 猪女郎们会周到的接待丈夫的朋友们会不厌其烦地回答孩子们的问题, 猪女郎们喜欢照料好自己的家庭生活,并引以为乐。 同属猪人待在一起会让人愉快, 猪女郎们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变得活跃。 但不是说猪女郎们不会抱怨,抱怨时也会不那么温和。 属猪人同安静、伶俐的属兔人或举止稳重的属羊人一起生活会得到幸福。 同属虎人也能和睦相处。 属鼠、牛、龙、马、鸡、狗的人都能与属猪人协作。 只有当属猪人遇到另一个属猪人时,关系才不易融洽。 属猪人最难对付的是属蛇和属猴的人, 因为属猪人对狡猾,鬼诈无能为力。 以上生萧十二的分享就到这里,天道酬勤,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福气满满,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下期限。